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胡威的下午茶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请到了福建七批狼 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兼福建工商联的副主席 周绍雄董事长 来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周董好 好久不见了 目前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 那个投资的市场 因为疫情的这个影响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太多的 新的投资项目 主要还是做好现在的 积极的产业 特别是在时尚这个产业上面的 深耕这个细作 特别是利用这个疫情时间的话 怎么样来重新思考 未来的发展策略 从七批狼集团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当然大家会有很多印象 说我们有做很多的投资 还有做一些地产 做一些金融 七批狼从安造以前的走到今天 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一个转型升级 从那个厦门发展总部经济 然后从您这个从泉州到厦门这一段也好 那能不能谈谈就是这期间的一些经验啊 还有一些案例啊 包括说这个您的一些想法 讲到转型升级来讲 我们还在探索摸索当中吗 不能说已经是转型升级已经是完成了 或者是已经走上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展的一个道路 但是当然已经也有一些比较清晰的一些战略的方向跟目标出来 这么多年的发展的话呢 包括一些渠道发生的变化 消费者年轻化 他会认为这个品牌会不会太老 所以我们的其实上的话呢 我们还是会去从历史的这个发展当中 去梳理一下这个七皮狼品牌的一些脉络 希望能够提炼一些比较优秀的低音 作为我们这个文化价值的一个核心所在 比如说七皮狼极强调的一个比较奋斗精神的品牌文化 识别性比较强的狼的这么一个形象 希望能够提炼出一些 比如说当下的年轻人 我们叫做狼系青年 不仅仅是有新的这个世界观 国际观同时他还是有老一辈奋斗精神 依然中国走在强国之路之上的话呢 他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奋斗精神的这个需求 消费者对七皮狼品牌的整体的产品形象的一个核心认知 所以我们也把最近也把它进行了聚焦 这也就是你所刚才所到的什么叫做转型升级 说起厦门 你看像厦门现在目前的话 也是非常的鼓励就是招商引资 这块是目前厦门的一个重点 那面对招商引资 您觉得像您也是那个厦门发展总部经纪的时候 也是招商进来 那您在厦门也这么多年了 那您是可否从您的角度谈谈厦门的招商引资 什么类型的企业适合在厦门生存 那作为您在厦门这么多年了 您觉得厦门整体的一个商业的环境是怎么样 我觉得厦门这个全国最值得治好的就是城市非常漂亮 城市治理环境也非常好 那么整个的人文气势非常浓 那么虽然不大 但是很有吸引力 自然环境或者是人文环境当中都非常有吸引力 同时它也是我们东南亚华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港口 我们叫做核心港口 核心的这个城市 目前的这个城市建设有投入的基础确实也非常完善 所以厦门其实上是一个也是蛮适合创业的地方 我觉得厦门的这种城市气质 这是非常适合发展时尚产业的 那当然厦门这个城市的话 这个一些互联网项目啊高科技啊 它也是我觉得很适合在这个地方发展 第一个它这个地方来讲从缅南地区 泉州也好 这个张州也好 包括现在来说龙岩也好 都是以这个厦门为核心的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一基又一创业的这个好城市 当然了这几年的房价有点高 对于未来来讲的话 人才的留任 人才的这个继续的这个这个引进等等的话 可能还得再创造一些条件 我觉得除了企业本身的发展 会带动人才的留住 当然政府要推动比如说住房啊 的补助啊 或者是特殊的这个公寓啊 等等这些建设 使得一些人才不会因为在这个地方生活成本太高 对对对流失到其他地方 厦门的物价各方面确实对于说 刚来打拼的人确实会有一些压力 包括说你如果租房住了吗 也确实会有一些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们应该像一些更好的一些城市进行学习啊 一个城市的中国条件 要有些城市 政府要在这方面呢 拿出一些特别的政策 来帮助这种不同城市的人 能够留在这个城市生活 它才有个良好的生态 因为一个城市要可趋势性发展 它一定是要有核心的产业 它一定有充满竞争力的产业 很多像比方说具备国际因素的一些企业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商品产品也吧 就是如果说能够把这些国际性的东西 引到厦门来 可能也是一个很适合它发展的一个基因 它可能有这么个条件 慢慢地去铺化不同的产业 及产业的这个链条 那么我觉得核心的话呢 就是根据历史的沉淀 也根据现有的一些资源情况 把这个产业链布局到 它全世界的竞争力 能够独立地存在 能够有很好的这个竞争力 那今年的疫情呢 其实对很多的产业也是冲击也很大 像比如说像咱们厦门 也是一个国际型的都市 外贸进出口行业 特别就是受到了非常重大的冲击 那您如何定义 就是当下的那个市场经济 您觉得接下来的话 应该企业应该如何去定位 然后包括说 如何再去在疫情当中 能够求得发展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现在还没有办法放松 还有很多的明星的这个发生的地方 所以神经都还绷着 虽然这个开始已经有一些 比较正常的社会活动 跟生活的活动已经恢复起来 但是大家还是蛮紧张的 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是现在的这个国际贸易 确实受到了重创 那么整个的这个国际的这个疫情 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 这样的一个很稳定的迹象 那么现在很多的企业的话呢 希望能够转型做内销啊 等等的这个情况 那么当然这是一条路径 中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消费市场 当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 很多的发展的机会 但是外贸的冲击是在所难免啊 当然这段时间也有很多人转型做医疗行业 这很核心的问题是第一个在现金流的管理上面 要更加的谨慎 要更加的这个这个有把握 希望在政府的这个角度上面 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这个针对性的方式 来支持到这个企业 有一定发展空间的企业 在现金流的管理上面 能够度过这些的难关 第二个的话呢 利用现在中国市场这个网络经济的快速发展 数据化经济的快速发展 通过网络的行销 来把这个工厂 这个原来的这个产品呢 能够衔接起来 能够胡化更多的一些 他们叫做西图M的这个商业模式 这个叫做积极的先应对 利用线上的这个体系 做好数据营销 做好这个网络货客 网络这个促进网络销售 现在目前也是很多网上带货 线上直播 然后也是帮了许多企业 正在销了很多的图片 那您看好这个现象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 目前它会比较多一点 通过粉丝变现啊 通过这个意见领袖啊 来来把这个货带出去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 肯定它催生了这么一个业态 但是它的背后的核心的东西 还在于 第一个 这个产品 是不是有价值 另外它推广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为你创造的价值 如果我一直说 从你身上来套现 你一去两次说 未来你不可能老是傻瓜的 就让它套现吧 是吧 所以它还是要给你价值 那这个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 只不过它自己要思考的东西 现在的话 它就要好奇 一窝蜂好奇去看 那是有好奇的流量 也要好奇的这个价值 那么但是你不能说这就是本质 线上的直播最终 它就算说是带货 它最终落实 也要落实到实业实体当中 直播这些 头部网红直播 就像在搂 这个品牌商的羊毛 这个 这个叫品牌商 这个便宜 它卖过去 然后它去 一下子销出来 比如说它 它有库存啊等等的 打得很低 那么品牌商可能就会有一个两个问题 需要去思考了 第一个 会不会影响品牌的定位跟形象 第二个的话呢 现在把这个货进行 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牌 去冲击它是可取消性 或者是短期性的 如果是可取消性的话 它的定位是不是要改变 如果是一个阶段性的 那对你的影响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是吧 所以那么因为阶段性可能大家 因为疫情的影响大家都库存比较多 大家也愿意阶段性的去做一个回馈 把库存先清掉 那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 也是一种获益 但是呢 对于长期舞发展来讲的话 会不会呢 这个大家就会认为 你这个齐品牌的品牌啊 某某品牌啊 价位就是定位这样呢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这个值得这个带货主播 他自己的定位 另外的带货主播 他只是为了带货 这价值观上面也会有问题 他应该是记忆 怎么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他这是给消费者推荐一个优秀的 应该多提供一些比较有内容的东西 所以当然还有随着未来的消费者 他会看得越来越多的带货 不管是网红也好 他只是加速的 这样的流通环节 那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很核心的是要打造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要做出一件好衣服 我们要做出一件有技术含量的 我们要做出一件有文化底应的 有自己价值态度的衣服 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 能不能谈谈说 以后未来七皮狼的一些规划 包括您个人的一个人生计划 七皮狼刚才讲的就是要成为一个时尚产业集团 第一个我们要把我们七皮狼的这个三十年的品牌 要把它转型好 要把它重塑好 作为时尚产业集团的一个奠基石 我们不叫做未来 我们觉得要回归初心 第二个问题呢 当然是我们希望能够从原来的自己的创业 转化成为帮助更多的人的创业 从自己做品牌来转化成为 帮助更多人来做品牌 来创意 来创造有意识的产品 来设计出好东西出来 就回归到我们的使命 就要让生活充满创意 舒适和自信 记忆说你刚才提到的人生的计划 我觉得人生没有 到现在来讲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人生的规划 现在不是都做一些什么 没有啊 现在就是天天来上班啊 天天研究这个服装啊 那么什么概念呢 这个我觉得人生想太多了 其实上也没有那么复杂的事情 我认为我们先做好自己 那大家都很想知道就是大佬的生活 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是在疫情期间 我相信疫情期间大家都差不多 都是宅在家里 那如果说就是在疫情之前 或者说之前的一些状态 您平时的话会多会去做一些运动吗 运动这是大家肯定 大家都要去做一点运动嘛 这个运动我也不算太多吧 反正偶尾怎么练练拔断锦啊 这个拉拉宜家呀 这个谈不上做宜家 但是这个 那么偶尾有时候跟朋友打打球啊 那就是小 那个高尔夫可能多一点点 所以这个我想呢 生活方式也没什么不一样 就是平静吧 平常心吧 该喝茶也喝茶 吃饭该吃饭吃饭 疫情期间没办法 也只能宅宅家 至少这一点 我们跟大佬是一样的 是是是 所以还是专注一点好嘛 做什么事情想太多了 这个其实上反正复杂了 那您对于人生的总结 就是希望说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简单 人生的话呢 怎么去讲这个人生 这个话题太大 因为您这个白手起家 一路走来就是奋斗 这个奋斗历程 也是非常的艰辛 然后到今天 七皮郎能够成为这么大的规模 就是大家其实也都是 心怀敬畏之心的 就想说听听周董 对于自己人生的那种解读 其实上也没有 你这个没法比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静人士听天命 这个静人士就是当下的事情 你一定要努力地去做到 会不会做多大的话呢 当然你要 如果你能看得到 你就可以提出演讲 你有兴趣 你可以大胆地畅想那个方向 当你畅想完以后 他还是要回归到行动 行为这个体系上面呢 当下其实更重要 也不是做好当下 仅仅活在当下 很久容易 所以就是说要做好当下 所以我们那个周董 今天对于说整个的 他的人生的一个总结 非常感谢周董在百忙之中 能够抽空来到我们 虎卫的下午茶 下一次有机会的话 还是希望说能够跟周董 继续畅聊一下 今天的下午茶就暂时 就先告一段落 下一次有机会的话 我们继续再邀请我们的周董 来到我们虎卫的小茶 非常感谢 感谢感谢周董